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 成功的人为何总是那么快 这些快速的决策 是你通往成功的钥匙 当谈论富有时 需要意识到富有的概念是因人而异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 富有可能意味着 起身美国最富有的城市中的1% 能够购买奢侈的房产 或者在奢侈 或者是在升华的度假中度过生活 然而财务不仅仅是外户的标志 更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它与个人的观念和价值观息息相关 重点一 主观性 富有是主观色 每个人对财富的定义和感受都不同 重要的是明白 财富不仅仅是金钱 人际关系同样至关重要 重点二 储蓄胜于挣钱 一个重要的财务观念是 存钱胜过于挣钱 不管你的收入多高 你的储蓄能力对于财富的健康至关重要 重点三 节俭和理财 节俭和谨慎的理财 可以让你在生活中过得很舒适 不必大手大咬地消费 重点四 金钱是工具 金钱应当被视为盟友 而不是敌人 它是实现目标的有用工具 重点五 财富自由 财务管你能够帮你实现自由 不再受限于不喜欢的工作和关系 重点六 控制债务 减少或消除债务 可以让你更富有 因为债务是一种财务的负担 重点七 量入为粗 量入为粗是一个关键的原则 不管你挣多少钱 都要确保你的支出不超过收入 重点八 坚持不懈 成功需要坚持不懈 快速决策或不断的尝试 放弃是不成功的人 与成功人之间的区别 重点五 时间管理 合理的利用时间 可以最大的效率化 时间是宝贵的资源 成功的人善于利用它 重点十 储蓄和投资 储蓄是为了投资 而投资是财富的来源 通过投资 你的财富可以增长 重点十一 紧迫感 紧迫感是成功人士的标志 他们快速行动 不愿拖延 因为他们明白 时间的重要性 重点十二 坚决决心 富有的人 通常有坚定的决心 他们不轻易放弃 而是坚持追求自己的目标 这些观点和原则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解决 财务管理和财户管理的概念 以便在追求财务自由 和成功的路上 具有更大的把握 无论你目前的经济状况如何 这些观点都可以为你的财务决策 提供有力的指导 如果你渴望成功追求梦想 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分享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